今天要带大家去看一种 宾微珍惜的一级野生保护动物 就是大家熟悉又陌生的中华穿山甲 它是林甲木穿山甲科 穿山甲鼠里面的一种动物 每只穿山甲一人能吃掉四百万只的白蚁 在我们的大自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我们的广州就有一个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 在这里救助了不少野生的穿山甲 今天我们就跟着救助中心的专业人士 一起来到了一个放归的现场 救护最大的意义就是放归自然 当我们把穿山甲放出来的时候 它闻到了森林的味道 但是要担心陌生的环境会有危险 所以它使出了一个大家平时都看不到的绝技 就是爬树 穿山甲打动厉害大家都知道的 但极少有人知道 我们的中华穿山甲也是爬树的高手 转眼间它已经上到了很高的位置了 在这里比较的安全 又可以观察地面的情况 等到晚上安全的时候 它就会回到地面上继续自己的生活 在观众里面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的中华穿山甲 它竟然能够这样的把数呢 真是大开眼界 希望这么珍贵的穿山甲 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吧